欢迎大家收看《华与秀奇》 我们在上一集谈及到光明会 和美国的艺能界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 事实上我们有更多的资料 要和大家一起去分享 其一就是这位Puff Daddy 我们在上一集提到 他最近卷入了性侵犯的不止是丑闻 因为已经成为一个正式的案件 现在他是被监禁 等候审 即是上庭要受审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要连结 在世界各地事实上相关的情况 时有所闻 其一就是这位Puff Daddy 他和Michael Jackson 即是已故的Michael Jackson 这位著名的乐坛天王 有某种的关系 传说 我们说明是传说 就是他家的地下 隧道可以通往Michael Jackson的家 当然这些就算有 也不代表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所谓关系的意思就是 那种关于这些和未成年的人士 有某种性关系的指控 与此同时 就是Michael Jackson以前的保安主管 亦都和Puff Daddy有一定的关系 究竟保安的主管 它是负责什么具体的工作呢 这个是有待调查的 另外一个就是在日本发生 大家亦都相当清楚了 如果你有留意这些日本艺能界消息 就是所谓Johnny事务所 亦都是已故的社长 他就在他属下的歌声 或者他们培养的所谓艺语员 亦都是一个传说 有一个性侵犯的情况 这种性侵犯的情况 事实上在Johnny事务所 已经出了一个道歉的声明 而是相当轰动的 我们如果连记这些指控 特别刚才提到Michael Jackson生前 亦都有一些所谓他戀痛的指控 结果就不成立 甚至在法庭上判了不成立 但有些亦都在庭外和解 到现在这个事件 仍然有人认为是朴朔迷离 但我们综合了这么多这些 譬如Jeffrey Epstein Michael Jackson Johnny事务所 或是Puff Didi 最近这些 我们就会问这个问题 究竟这些指控 如果这么频繁 在世界其他地方 甚至我们怀疑 譬如在南韩的藝能界 会不会有类似的情况呢 我们就会问一个东西 这些指控 会不会完全是捏造 完全是一些人想勒索 或者是要令到这些名人 新摆名裂的一种状况呢 如果事件发生得这么频密 也都指控的人这么多 譬如Puff Didi 这个指控是越来越多的了 相信他有一定成立的可能性在这儿 如果有的话 我们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他指控本身 和那些人本身的宗教信仰 有没有一定的关系呢 举个例如这位Puff Didi 原来他小时候是天主教徒 甚至可能很虔诚的天主教徒 他做过这些微杀的义工 但是这些指控 又建合了 譬如对天主教的神职人员 那个性侵犯 我们就有一个基础在这儿 但当然回来 除了这个宗教之外 就是和一个秘密组织 本身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上一集也提过 就是这些光明会的手势、衣着 或者文化符号 其实充斥着很多典艺界的文化中 甚至连可能大家有些留心 例如连香港乐坛 偶然我们大家都会见到 可能是这些符号 但我们就不深究 为什么呢 就是这些始终是一些外国的产物 如果是香港的这些歌手 或者这些艺员都要参与的话 就比较是匕而所思 我们都是维持在 譬如美国或者西方这些影艺圈里面 去做一些分析 对于这个问题 我首先要问一个解答 究竟这个世界是否真的有光明会 我可以很斬钉截铁告诉大家是有的 有是两方面 其一我们可以是一些比较严肃的历史书籍 专门研究这些美会社 或者研究历史事件的书籍 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大家甚至不满意的话 也可以参考 譬如我在2024年的年初 我就去了阿慕士尤丹 其中一个很著名的图书馆 或者研究机构 Ridman Library 去查询过 事实上他们也有一些光明会 最初出的书籍在 可以证明就是那个会 曾经在这个十八世纪的时候 即是法国达革命的前后 他们的而且确在政府的文件里面 指出他们是有被捕的 也有他们的出版书籍在 这些官方的资料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座证 但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其他一些讲法 部份的讲法就是 尽管这个光明会正式我们可以见到的时候 在英国德语区 当年德国未统一的 德国的南部巴佛尼亚首先出现了 而动机就是他想反抗教庭 对抗教庭、罗马教庭的霸权 或者控制权 对政治、文化、社会 各方面的控制权 他们就参与秘务会社 其中就是那个主路想参加共济会 但是就说他自己不够添加会费 所以参加了一段时间后 自己退出了搞一个光明会出来 而组织的方法也是秘密会社组织的方法 这个如果是纯粹那么简单 就没什么好说 但很奇怪的是 这个光明会本身吸引这些知识分子的速度相比快 比如我们以前有讲过 这个贝多芬、大文豪、哥德 德国的大文豪、哥德 也有参与过成为光明会的会员 这些我们在历史上找到足够的证据 但在这样讲之前就说 其实这个光明会在西班牙更早出现 我又不熟悉西班牙文化 也不熟悉西班牙话 所以我只能够告诉大家有这样的说法 但更加另一些传说就是说 其实他们更加早 实际上是玫瑰十字会的分支或延续 对到这儿其实情况是相当难去追查 因为光明是秘密会社 是否真的有这些会在当时成为一个疑问 尽管我们后来发觉的那天人员活动的踪影 但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解答不了的 就是可能有人用了这个名字 但它不是真的最初出来的秘密组织 有人用了这个名字 由于是秘密 那你用了它的名字 跟着就招宜过市 那没有人查得到 你便真的在传统上传承下来 所以这也是比较难去追查 但如果我们放开这个问题 我们看到事实上 在光明会最初传说出现的时候 到近代的时候 的而且是一个延续的一个传说 我们不敢说这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传统 可以一个传说 直到近代 《阴华伦》四起 例如几次的欧洲大营革命 包括法国大革命、俄罗斯革命 都传说有些秘密会社的参与入面 甚至说其实它是主导了 我们对这件事只能够存而不倫 但牵涉到近年美国的演艺界入面 娱乐圈、音乐界入面 都有这种影响入面 我们便可以做一个比较客观的研究 就是譬如说 无论是歌手的打扮、手势、舞台的形象 以至歌词的内容 是否有这种情况 涉及到秘密会社 答案亦很清晰是有的 就算譬如说著名的飞乐队 美国的Eagles 它有一两张唱片都有这些符合 只不过当时大家不留意 另外譬如说Earth Wind & Fire 他们的唱片 很多金字塔的形象 这些代表了什么呢 当然你不能直接讨论 你们是否被会社 甚至如果他认你都未必这样 但我们可以这样看 就算他不是光明会 他在娱乐圈里面 如果我们以哪个Party Daddy 这个例子去看 他们的而且形成了某种的势力 这种势力有相当之强大的影响力 可以操控一个歌手的生死 所以他们的存在 大家又不需要太怀疑 只不过问题是 他们有没有涉及到某些秘密宗教的仪式 例如要做一些宪制 现在事实上也有这样的传说 至于那个证据 我相信如果上到法庭的时候 我们期望就可以将这个问题厘清 要跟这个所谓中世纪那些猎巫 或者是犹太人 他们去捉死兽子做血制 有某种程度的相似 但今时今日大家都知道 去做一些指控 一定要基于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 否则很多人都会怀疑这是阴谋论 所以如果将来找到类似的证据 我觉得可以证明一件事 夜上有这么多未成年的少男少女被性侵犯 我们觉得后面会不会不只是一个性的因素 那么简单 还涉及其他这些所谓秘密会社 秘密宗教的一些原因 我觉得这个指控本身 至少在美国近年就越来越流行 所以在美国的政坛里面 就有所谓QAnon的组织 QAnonymous Q就是一个不知名的人 Anonymous意思是匿名者 他们就说美国一些政客 和他们这些娱乐圈的人勾结了 就是将来找这些老杰这些少男少女 就是未成年的儿童 做一些秘密的仪式 但是到现在我们未能够去找到 这些很确切具体的证据 只是不过有很多传闻 但是这个也可以肯定的就是 它在美国的公民、国民里面 是存在一定的影响力在那儿 具体的意思就是 很多人都相信这件事 很多人都觉得 咦?我们是 为何这些涉及这些性丑闻 那么多都是涉及到未成年的呢? 他们有这个 而且如果查一查 美国的未成年的失踪人口 的而且确又是非常之奇怪 为何有那么多未成年的人 就是的儿童呢? 会突然间失踪呢? 所以我们如果归因到底 我们那个结论就很简单 就是证据本身就未有成立在 但是有一些人会触 就是我们可以见到 他应该跟这些事有的有关 他离奇死亡 比如举刚才的例子 Jeff Epstein 在监狱里面 另外再譬如 特地的妻子 Kim Porter 他又是突然间又是暴毙 在这些情况之下 我们觉得我们有理由就是 虽然是存而不论 但是追查这些真相的努力 就不能这么简单放弃 这个有蓝就是美国的 或者西方所谓的司法机构 正视这种情况 就不能因为他是名人 或者他影响力很强大 就是可以不作一些努力去追查 特别是涉及到政界里面 宗教界里面都有的话 事实上我觉得如果揭发出来的话 一定是非常之爆炸性的丑闻 我们主观上就不期望这件事真的发生 但是如果真的有的话 我们就不应该去时而不见 好了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